嘿,你好,我是阿图 我的这支视频只适用于刚开始接触iMovie剪辑的初学者 这个是iMovie打开以后的界面 一般我们只要选中间这个项目 然后新建一个视频就可以了 新建影片 进入以后呢,我们从下往上说 最下面这一栏它这里有一个音符的标志 说明这里可以导入一些音乐 然后这里有很多的小方块 我们可以放入视频和照片源 也可以在这些小方块上面加入字幕和声音 右边这个设置呢 主要是用来缩小或者放大这些小方块的素材 再往上我们左边呢 就可以看我们之前剪辑过的视频素材 比如说我想用这支视频素材的音乐 我把它直接拉下来就可以了 那如果我想用这一支视频的视频素材 把这个视频素材拉下来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所在的视频素材在这里 这里还是空的状态 那这里导入媒体我先按一下 我现在要导入的媒体是昨天的一个 岩石视频 一共有三支 你可以双击点击这一些视频 或者选中以后再点全部导入 我一般是双击这样比较快 除了这些视频素材 我还会导入音乐素材 在这里左上角有一个导入的按钮 按一下 我们选音乐 今天我要用的是Parkside 双击 好导入 在右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视频的预览项 在预览项的下面 我们比较常用的是这个按钮 就是你按一下的话 就会预览这个视频 在你按下这个按钮的同时呢 左边这里有数字的小线 就是它的进度 你按一下就可以看到每一针的动画 你看这个小线在动 这根小线的另外一个作用呢 是你把鼠标移过去以后 你会发现 你在移动这根线的时候 右边的这个预览项 也会随之在预览 你这每一针在发生什么事情 这里也是一样的 不用按着鼠标 鼠标放开的状态 移动就可以了 好在预览项的下面呢 这个是放大预览 就是你做完整个视频的时候 你按一下这个开关键 这个视频就会在这里预览了 因为我现在这里是空的 所以没有预览下 我们现在把视频一段一段的放进来 先放第一支视频 第一支视频放完以后 我们会发现 这最下面有一段橙色的区域 橙色的区域代表 这里整一支视频源都在这里面了 如果我把中间这一段截掉 你会发现橙色的部分少了一半 也就是说后面这一半橙色的部分 是被我截掉了 我们看这一边我们刚才说过的设置 是它放大缩小的部分 我现在把它拉到最前面 说明整一支视频被缩小了 这里又有一个竖着的线 它也是预览项 跟我们上面是一样的 我现在鼠标拖动 你会发现这边的预览的视频界面 它也会随之拖动 那如果我把设置放到最大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所有的视频每一帧的视频都被放大了 它的好处就是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每一帧的变化 也就方便我的剪辑了 比如说我这一部分和这一部分我不要 我就可以直接把它删掉 这里会自动的合并成一个视频 这里就会少掉一帧 我刚才的这一个动作把它截开 然后删掉的部分呢 如果你是用MacBook的话 你只要把鼠标点击在这儿 选中了这一块视频源 然后你按Command加B 它就截开了 然后你再选中另外一段 比如说在这儿 点击鼠标左键 选中 然后Command B 你看这里中间就被截开了 然后这一段视频源是被选中了 你按完它以后 直接按Delete键 那个删除键 它直接就被删除了 这些是快捷键 在做视频的时候非常有用 视频源结错了 在我们平时用Word 或者其他打字软件的时候 会经常用的一个快捷方式 就是Command加Z 它就又回来了 如果Command再加Z 它就又恢复到了撤销的状态 我们在打字的时候 经常用的Command C和Command V 用Microsoft软件的朋友 会用到Ctrl-C和Ctrl-V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复制和粘贴的意思 我现在要导入声音源 把这个声音往下拉到音乐的部分 放你的音乐的时候 像从一开始就有声音 你就可以把前面给去掉 我们练习一次 Command加B 中间这个被选中了 我把它删掉 你会发现前面一段Home出来了 我们选择后面这段声音 把它拉到前面就可以了 这里会对齐 然后我这里按播放键 就是马上有声音的状态 那我们把所有的视频源全部载入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媒体音频 这里音频一般是你电脑里面 字体iTunes或者声音效果里面储存的声音 字幕是最常用的功能之一 字幕的预览跟声音和那个视频 或者图片的预览是一样的 鼠标移动的时候会看到一条线 那从左到右滑 这个时候鼠标不用按着它 只要移动就可以了 你就在这右边的预览的部分 我们会看到这个字幕的预览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这个字幕 它这里写着标准下三分之一处 你会发现它在这里出现了 展开是怎样一个动作效果呢 大家可以在这里自己找自己需要的字幕 我一般在study account的开头部分 会选择线条这个字幕 现在把它加进去 只要把它拖下来 放到你想让它放的地方就可以了 一般放到最前面 放完以后 你会发现这里要输入一些文本 我把视频放大一些 看得仔细一点 放到最大 拉到前面 选中这个字幕 点击这边就可以加入字幕了 study account 我刚开始会写那个时间 23 June 2018 study with me 这些字幕是可以加字体的 我选中这些字体 快捷卷 旁边的加A 这里有字体 字体大小 然后对齐方式 这个是加粗 解体 O表示外面加一个外边缘的线 然后这个是字体的颜色 颜色有很多的悬法 然后这里字体基本上是英文的字体 中文的字体 我们拉到最下面 发现显示字体这个地方 左键按一下 我一般会用的是偏偏体 左键按一下 这个字体已经发生了变化 好吧 我们选中这个字幕圆 字幕圆的左边 它就写着4秒 4秒的意思是说 这个字幕会出现4秒 左键一下 这边会变成橘色的地方 说明这边是被选中的 我按一下这个预览 4秒感觉时间有点久 可以在中间选择 横面按的加B 这里就断开了 这里前面是2.5秒 1.3秒删除 或者还有另外一种更简便的方法 就是你把鼠标放在这 就可以这样左右拉 来选择它的时间 有的时候呢 我们在录音的时候 这个底下看到蓝色的这一块 是我们视频员本身的声音 如果你想把这个声音员本身的声音 做一些修饰或者把它静音掉的话 我们只要按这个声音键就可以了 因为我这个是用延时录的 本身没有声音 所以按不了这个键 这个是声音键 这个是时间 比如说我要加快一段视频 比如说我在这里截出来一段 我要加快这一段视频 这现在是正常状态 快速 快速两倍 发现它是这么长 4倍变短 8倍更短 我们看一下8倍大概是什么状态 因为它只有0.4秒 所以感觉不到8倍是什么状态 慢速 你会发现这里有只乌龟 快速的时候这里是有只兔子的 看这里有只兔子 背景呢 有两种用法 我先选一种 我经常用的是白色和黑色的背景 把它拉下来 拖到中间 这里就是全白的状态 选择你要加的字幕 比如说我用这个字幕 拖到这 时间运人游选 我们选择字幕 感觉这个白色的底加白色的字 根本就看不清这个字 我换一种颜色 换成黑色 好 现在的效果是 这就是字幕加背景的效果 最后我要讲的是转场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交叉叠换 还是一样的 我们选中这个转场 然后呢 鼠标不要点击任何东西 只要移动就好 动作移到右 就可以看到这个转场的效果 选这个马赛克 放到这两个视频中间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转场的效果 做完视频以后 当然是要导出 我们选择右上角 用的最多的是文件 然后你可以添加你的影片描述 我一般都是属于默认状态 标记这些都不用去管它 质量我一般选择最佳 我一般不错压缩处理 就好质量 然后你在做这些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这里会有一个估计的 整个视频的大小 现在是这么大 我选择乌斯林的话 这个就会小很多 然后下一步保存就可以了 关于iMovie初学者的 也不算教程吧 就是初学者大概怎么去开始做 视频的介绍 先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就给我一个赞 或者收藏和转发我的视频 我会有更多的干货视频 或者干货文章等着你哦 谢谢 那就先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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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